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第二卷,第六面,道书第五行。 从第二个小节看起, 世尊是总号,称呼是用之。 称佛则表古德,称如来则表信德。 那么这个三种称号,在本经随处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用三种称号? 一种岂不是更简单吗? 何必要用三种,称号里面也含着有许多的意思在。 我们明了之后,才晓得金刚经字字句句都含义无限的声光。 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这才得真实的受用。 世尊是世尊是世间,人间天上。 佛的身份,佛的身份是老司的身份。 天人司,佛的十种称号里面有天人司。 佛是老司的身份出现在三界六道。 三界之中,唯有私道最尊。 中国古人都知道尊是世尊,唯有私道最尊。 因为父母,父母生我们肉身得自于父母的生命。 可是智慧得自于老司。 会命是老司帮助我们。 因此,在世间法里面讲,恩德最重的就是这两个人。 父母,死长。 这两个人的恩德是相等的。 在古里里面,我们处处都能够见到。 比如,最普通,我们见到称名。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理解了。 古时候,男子满二十岁行冠礼。 这个冠就是戴帽子。 戴帽子就是代表他是成年了。 是大人,不是小孩了。 在社会上,大众对他要尊敬。 不可以把他当小孩看待。 那么行了冠礼之后,他的名不能称他。 不能称他的名。 那要怎样称呼他呢? 同辈分当中的这些兄弟啊,同学朋友啊。 大家送他一个字。 字就是别号,送他一个字。 所以从行冠礼类天起,大家对他称字不称名。 大家对他恭敬。 所以古时候,有名有字。 名字是两个,不是一个。 有名有字。 女子也一样,也有名有字。 女子十六岁行冠礼。 就是苏头了,表示成年了。 冠礼之后,一生当中,唯一叫他名的就是父母。 他的伯淑,他的祖父,对他都称字,都不称名。 这是对他尊敬。 唯一读父母称名。 另外一个称名呢,就是老司。 老司一生称他的名。 这就说明,老司的地位跟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过世了,要父丧三年。 就是代孝三年。 老司过世了,也是兴丧三年。 不穿校服。 兴丧三年。 从这些地方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对于老司非常尊敬。 何宽佛是天上人间的道士。 所以尊称为师尊。 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司长。 在称佛,称师分。 那么这是总号,总称。 别号里面有十个意思。 在此地,十个称呼,我们在这里也都省略了。 这个里头有两个,一个是佛,一个是如来。 这是十号里面的两种。 本经里面称佛,是从他修行正果。 他正到圆满的佛果了。 是从这上说的。 换一句话说,是从四相上讲的。 如果称如来呢,那就不是从相上讲, 是从本性上讲的。 所以有的时候称佛,有的时候称如来, 我们一看就晓得了。 譬如这段经文里面说, 如来善呼念诸菩萨。 善呼主诸菩萨。 这个地方不是说佛善呼念, 说如来。 如来是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就如此啊。 这不是从四相上说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读金刚经,必须要知道。 不仅仅仅仅如此, 在一般大臣经上, 大概都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看底下的一段。 。 世尊入城还圆。 到世卫大臣去起始。 托伯回来之后, 回到起书结果多元。 他说, 如如不动啊。 他人是动啊。 从住的经社到都市里面走了一圈回来, 我们晓得一个往返有十几里路, 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 不动啊。 心不动。 。 虽然这一趟往返呢,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起心动念。 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 如如不动。 迷失住心, 一身作则。 迷, 不是迷。 迷人, 他没有说话。 他没有说。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 让我们从这个四项当中去体会, 去领悟, 去学习。 这个叫事。 事是视线。 正是家后一年。 徐菩提尊者所说的善悟念, 善悟诸,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出来。 这个意思很深。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徐菩提尊者所说的善悟念, 在家出家。 就是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能够常常存这个心。 为一切众生的典型。 为一切众生的模范。 做出来给大家看。 这就是护念一切众生的。 用现代的话来说, 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了, 就是慈离家的密室。 。 佛这样教我们, 我们也这个样子教化一切众生。 。 信量要大。 我们教化的对象, 是尽虚恐变法界一切众生。 要有这样大的信量, 与信德就相应。 有这样的信量, 广大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才能与祝佛菩萨感应大教, 心心相应。 那么这是真正去做啊。 自己一定能够体验得到。 这叫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受用。 。 是其应做。 吃完饭之后, 打坐。 应念不胜。 。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出来了。 是尽虚恐变。 是尽虚恐变。 一切始, 一切处。 行驻足。 都能保持住。 都能保持住。 如如不动。 一念不胜。 这就是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凡夫。 凡夫, 一切始, 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叫凡夫。 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在这里看出来了。 凡夫要想学佛, 就学着。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密室详心。 教导我们如何降伏旺心。 旺心就是念头。 旺想咋念。 佛这样教给我们降伏的方法。 令众去法。 这一句话的意思, 叫大众效法佛陀。 向佛陀学习。 正是托福纯熟。 前面讲的善护念。 是对所有一切学佛同修而说的。 甚至于包括还不相信佛法的一切众生。 佛没有不忽念的。 父主啊, 那就是佛的学生。 对学生才有吩咐, 才有祝福啊。 没有学佛的, 那对他, 祝福是没有用的。 他不能接受。 祝福就是教导啊。 教你怎么学。 就像佛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样子, 学会了就行了。 自行就是化他。 化他就是自行。 自行化他是一, 不是二。 如果把他看作两种事情, 那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生活当中, 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自行化他。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这样说法。 这就对了。 以身教不以言教, 完全做出来。 这才叫真正的受用。 随时随处, 我无不为菩萨正觉无犯。 自正所为善。 学佛的今日识看出, 而叹为喜悠言。 佛为菩萨。 那是菩萨。 所有学佛的弟子都叫菩萨。 只要你发了大诚心。 我今天发心来修佛, 我要愿意作佛。 我要求生净土。 懂这个念头的人, 就是菩萨。 不一定要受菩萨戒, 才是菩萨。 受了菩萨戒, 而不发菩萨心, 还不是菩萨了。 真正发了菩萨心, 没有受菩萨戒。 佛菩萨承认你是菩萨。 真正向佛学习。 就是在一切生活当中, 我们在这里得到修行的纲礼。 在生活当中。 保持着如如不动, 一念不生。 这就是金刚经, 幕后开导的。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只要学到这两句, 那就真的学佛了。 在一切事有一切处。 无论做什么, 保持着, 外部着相, 内部动性。 所以, 你看, 他有愿。 他的愿是, 给学佛的人做一个模范。 给求正确的人做一个好样子。 这一点呢, 要特别留意。 这才所谓是善。 真正善巧, 到了基础。 。 序不提见到了, 明白了, 当然, 就会效法, 就会学习。 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第五段。 这借助尊者向世尊提出请教。 世尊, 善男子善女人。 发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云和助, 云和降伏其心。 本经分前后两步。 从这个三十二分里面, 分得很清楚。 前面十六分, 是上半步。 后面十六分, 是下半步。 下半步一开端, 尊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说话跟这个是很相像, 只有几个字颠倒了。 颠倒了, 意思就不晓得。 所以, 有一些流通的本字金刚经, 前后问的问题是一样, 那个讲不通。 一样的问题, 前面问过了, 后面后面还在多数。 后面问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 印云和注。 后面问的是, 云和印注。 四个字完全相同, 就是顺序颠倒了一下, 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古本里面是正确的。 江维隆就是依照古本把它定正。 这个意思绝对不相同。 所以, 它没有重复。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善。 善男子善女人。 善的标准是什么? 善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算不算善? 善的标准是什么? 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称佛。 要称佛, 先要符合佛要求的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条件做佛的学生。 善就是条件。 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把这个标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第一, 人天善。 现在有很多人提倡人间佛教, 也不错, 也很难得。 这是说五成佛法。 五成佛法。 人臣天臣, 声闻原究菩萨。 人天善。 佛讲了四句。 第一个, 第一个是, 孝养父母。 奉司司长, 雌心不傻, 修事善意。 这是人天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那麽, 孝养父母。 是不是对父母, 衣食, 一样一样都照顾到了。 这就能算孝了吗? 没有。 诸位要想的, 这个孝养父母啊, 是从学佛开始的, 一直到你成佛, 都不能离开。 为什么呢? 要把这个孝养讲的圆圆满满, 成佛才能做到。 因为不仅仅是供养一世住心的, 要养父母之志, 养父母之心。 叫他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才叫孝啊。 这个孝还不究竟啊, 学了佛的人知道啊, 一定要劝父母念佛, 往生净土, 亲敬阿弥陀佛, 他真的往生了。 嗯, 这个才算是孝啊。 假如父母还在六道里的高轮回, 那叫孝什么孝?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学佛在家里啊, 就要做一个好榜样, 叫一家人看到你, 多欢喜。 你一劝他念佛, 他才肯相信啊。 你一说佛了, 在家里头了, 这个样子怪, 那个样子怪, 家里人总是看不惯, 天天闹别扭。 那怎么能叫这个家人信佛呢? 家人不但不信佛, 而且还在亲戚朋友当中宣传, 你们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叫小孩学佛, 学佛就坏了。 这个叫你父母家人啊, 反而造了口业。 这叫大错特错。 那家人或者很固执, 不明理, 怎么办呢? 普贤菩萨不是交给我们吗?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要能顺父母啊, 要能顺家人啊。 譬如, 这个最常见的, 这个家里面生活起冲突的, 你学佛了, 吃素了。 家里人吃肉, 吃饭, 这一下就麻烦大了, 天天吵架, 天天彼此看得都不顺眼。 你一说家里人造业, 杀生造业, 家里人说你啊, 这个奇奇怪怪的, 不通人情。 佛法要开智慧啊, 佛法要通人情啊。 你一样能够随身, 随身呢, 逐渐逐渐去感化它。 渐渐地去启发它, 让它明了, 素食, 也有营养啊, 也健康啊。 那么他就欢喜了。 开始千万不要拿佛经里面这些话, 吃他半斤, 将来要还他八粮, 还要威胁他。 那人家怎么能接受啊? 这不可能接受的嘛, 这根本就是要打架的了。 先要从卫生上说, 大家都很重视卫生。 从卫生上面呢, 去启发它, 去启示它, 让它多想一想。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许许多奇奇怪怪的病, 从前没有。 你们想一想说, 你看看报纸, 看看医院这些病例, 三十年之前, 没有这么多些怪病, 现在好多怪病出来了。 这病从哪里来的呢? 古人说的好, 病从口如啊, 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不卫生。 说佛, 佛没有叫我们不吃肉啊。 释迦牟尼佛出去拖拨, 还有拖的有肉食了。 世尊那个时候拖拨, 人家吃什么就给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拖拨要天天叫人做蔬菜给你, 这不是叫找人麻烦吗? 佛大慈大悲啊, 不找人麻烦的。 你吃什么你就给我吃。 现在这个小城国家, 你看斯里兰卡跟泰国, 他们拖拨的时候, 他没有吃素的。 其实其他一般大城国家, 日本的佛教没有吃素啊。 不但没有吃素啊, 日本这个出家人还喝酒。 你这个酒真是大戒啊, 五戒就不饮酒啊, 他没喝酒。 不但他喝酒, 他还拿酒去供服。 我到日本去参观过啊, 日本很多这个大的寺院, 我都去参访过。 佛像前面说, 一瓶一瓶酒供在那边。 都是好酒啊, 我自己看过。 那么这就是, 每一个国家地区, 他们这个风俗人情不相同。 而佛在戒经上, 教导我们吃三斤肉。 三斤肉, 不见啥, 不闻啥, 不为我啥。 这个脱脱了, 吃的是三斤肉。 素食, 但是, 大家一定要想到, 唯独中国佛教素食, 外国佛教没有。 这中国佛教素食怎么来的呢? 梁武帝提倡的。 你就晓得, 梁武帝以前, 中国这些出家法司也吃肉的。 不过没有听说会喝酒的。 这个没有听说过, 他吃肉的。 梁武帝都能切尽。 都看到菩萨心地慈悲, 不忍心吃种子肉。 他读了之后很感动, 于是自己就断肉肉食, 自己发心吃素。 它是我们佛门的大活法。 所以在佛门里面呢, 提倡素食运动。 素食运动,梁武帝带头。 那么到以后啊, 佛教不管是出家在家了, 统统都吃素了。 好像吃了昏了, 那不得了, 醉不可奢了。 这个都是很大的误会。 你没有把前因后历史搞清楚啊,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可是素食实实实在在好。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现代这个时代真是好。 这是我们要想的。 为什么我讲特别是这个时代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肉真的不能吃。 问题太严重了。 从前你吃的这些猪啊, 鸡啊,羊啊,这些肉食啊。 这些动物都是放在外面养啊。 他一生也过得很自在啊。 到被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把他抓来杀了吃他肉啊。 平常都放在外面, 他很自由自在的。 他的心情很正常。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看, 养这些畜生的人, 关在笼里头养啊。 换一句话说, 一畜生啊, 就盼终身见尽啊。 你想想看, 他的情绪怎么会好呢? 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啊。 他的心情不好啊, 那个肉里头就有毒啊。 这个终于要有道理啊。 英光大师在文朝里头, 特别叫接妇女。 大陆上很多这个妇女, 不懂这个道理。 用自己人来喂小孩的时候, 一发脾气, 脾气发完之后, 马上喂小孩, 小孩几天就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 发脾气啊, 那个奶就有毒。 所以印竹讲的是, 发完脾气之后,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才可以喂奶。 你就晓得, 这个脾气也发的时候啊, 身上全是毒素啊。 现在养的这些动物啊, 一天都完, 关在笼子里头。 终身囚禁, 到最后杀他, 他那个脾气多大了, 你知道吗? 那个愤怒是。 所以一生呢, 都是病菌啊。 你一吃了它, 怎么能不生病呢? 所以现在肉是不能吃啊。 在台湾, 我晓得, 我不知道外国情形。 台湾养猪啊, 六个月就杀了。 打针啊, 打荷尔蒙啊, 让它长得快啊。 都关在笼子里一样, 六个月就杀了。 它就飞飞胖胖, 就杀了。 那个鸡啊, 是六个星期。 也是, 小鸡生出来之后就打针。 我听说打三针。 它长得是又快又肥, 都关在笼子里头啊, 根本就没有见过太阳啊。 这个怎么能吃呢? 所以现在的肉食啊, 不可以吃啊, 吃了会得病的。 奇奇怪怪的病啊, 都从这儿来的。 素食里面, 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 你看我们出家人, 很多大法师, 一股股肥肥胖胖的。 怎么会没有营养呢? 身体都很健康。 这你们都看过的。 前几天到这儿打水路的, 你看看那个真蝉老法师。 真蝉法师, 大概有八十岁了。 这个上一次我到这儿来的, 你们大家看到, 明山老法师, 明山法师八十一岁啊。 这个都是一生吃长素的。 如果说是素食里面没有营养, 那是要大错特错, 是你错误观念。 所以这个素食运动实实在在是好。 于一切众生, 不结冤仇。 身心清净,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所以要说一番道理出来。 我学佛, 是六个月了, 我就吃素。 我也不是别人劝我的。 我是明白其中的道理。 晓得, 哦, 这个素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才知道。 世间人, 懂得卫生。 卫生, 保卫生理。 生理健康。 重视卫生。 吃东西, 要干净, 要新鲜。 可是猪要晓得, 现在的肉里头不干净, 不新鲜。 你用行为镜一看就晓得了。 很可怕。 。 伊斯兰教, 比我们一般人高明。 他的饮食, 他懂得卫性。 我们一般人忽略的。 我们之下的卫生, 他懂得卫性。 性情。 他知道这个饮食啊, 对于生理啊, 他起作用。 所以他的饮食啊, 他有选择。 凡是性情不好的, 他通通不止。 他有选择。 他小的说, 保护自己好的心情。 我在门学佛之前, 在学校念书啊, 跟这个伊斯兰教啊, 有大概有一年多的关系。 差不多有一年半。 我读他们的书籍, 参加他们的这个教会活动。 我也参加过基督教。 我觉得伊斯兰教比基督教还要好。 我很欣赏, 他们的武功武典啊, 很有伦理的味道。 以后学了佛了, 我们才知道佛法里面生活, 比伊斯兰又要提升一级。 佛法不但卫生。 卫性, 他懂得保护慈悲心。 不施众生肉啊, 是培养慈悲心啊。 这个饮食啊, 才是健全的。 卫生, 卫心, 卫心。 我明白这个道理啊, 卫生, 我就发心了, 所识。 那么注意一下, 佛法里面呢, 这个不斥五荤。 五辛呢, 叫五荤。 你看, 那个荤呢, 是草字头啊, 它不是肉食啊, 就是葱, 蒜, 韭菜, 叫头啊, 洋葱,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吃呢? 是慰心, 保护好的心情。 楞严经上, 佛讲得很清楚。 这五样东西。 深吃, 容易冻肝, 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就不好, 不是好事情了。 为什么不能吃? 原因在这个地方。 熟吃, 熟吃这些东西都能够产生大量的荷尔蒙, 会引起性冲动。 都不好。 所以佛才把它禁止, 它禁止, 有禁止的道理在。 那你们这家人, 这个蔬菜里面用一点葱蒜, 配配调味道, 这个不该死。 它不起作用, 那个量很少。 不起作用, 就像酒一样。 酒做料酒, 放在菜里, 不会喝醉。 不会喝醉的。 所以这个要想到。 佛每一制定一条戒律, 你要去问他, 他为什么要制定? 我们应该怎样来受持。 所以条条戒都有开源的, 开吃饭的。 他不是死的。 条条戒的话, 佛弟子的生活,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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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一个好样子 一家人对你都欢喜 一家人对你都赞叹 你才是佛弟子 佛脸上才有光彩啊 你学了佛了 人家看到你讨厌 那个佛多难为情 你是丢佛的人嘛 你错了嘛 你不能说别人错 自己错了 所以处处我们要为佛增光啊 要给佛有面子 这个才行啊 这一定要懂得 这个第二扇呢 就是小臣的提升 声闻原觉 受持三规 居足众介 不犯为一 要做到这三条 大臣菩萨身 我们这里是大臣经 所以慈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是大臣菩萨身 那还要加仿佛 发菩萨身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个劝尽行者 就是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 大臣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神就要把这三条十一句要统统做到 这才是大臣经上的世尊所教导的对象 这三条末后 佛告诉我们 佛说 这个三种敬意 使三世祝福 敬意正因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三世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祝福 佛要以《金刚经》 这个意思来讲 从圆圆教出祝福上 一直到如来古地 四十二个阶级都叫祝福 一切祝福 修行正果 法门不一样 比如我们现前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地方用念佛的方法 有不少人参禅 用参禅的方法 也有不少人寻觅的方法 用持咒的方法 这就说明了 成佛的方法很多 真的是 法门无量 无量的方法 无量的门禁 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基础没有两个 是同样的 就是《关经山家》的三佛 所以三佛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够提倡 不能够 认真学习 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 就好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打地基 那怎么能成就 所以学佛要晓得 从哪里设计 从孝亲 从尊师设计 从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修十三叶道 从这样学起 非常非常重要 有这个基础 而后才能够受持赞规 才能够受赞规仪 才能受接 所以这是首先要把这个扇子 认识清楚 发菩提心 底下 发沃里多罗三叶三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发菩提心 菩提是凡语 这一句 都是凡语 应语的 其实可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 古德不凡 这个在翻经体力里面 所谓是尊重不凡 对于这个名词 顺语 我们尊重它 做它的原因 然后再加以 解释 这是顺语 尊重 学佛 我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求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就是成佛之法 你如果得到了 那你就成佛 成佛就是成就 摩里多罗三叶三菩提 我们今天发心要做佛 发心要正得佛果 佛果就是摩里多罗三叶三菩提 翻成中国的意思 无上正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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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智慧 是今一些宗教 赞美上帝全知全能 这一句话呢 也就是全知全能的意思 上帝未必真的是全知全能 佛是真 真正的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了 因为你自信里头 本来就居足摩里多罗三叶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确 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不是修得的 是你自己本性里头 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 现在没有了 是因为有障碍 把它藏住了 它不能陷进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把障碍去掉 去掉障碍 我们自信里面 圆满的智慧德能 又先前了 就这么回事 这一句问话的意思 我底下讲 我们看出节 大论言 从因之果 有五种菩提 这个是大制度论上讲的 如果要是 发心 弘法 立身 大制度论 是很重要的一部书 整个佛法 这些名词 术语 大制度论里面 都解释得很详细 很清楚 可以把它当作 佛学常识来读 从因 因是初发因 果是成佛 从因到果 有五种菩提 菩提是觉物 觉物有五种 这个五种就是 浅身 层次 不一样 第一个是 发心菩提 这是浅 这是最浅的 发心 发心 觉物了 是性味 此地 全是讲的 原教 原教的初心 就非常难得了 原教初心为 从断烦恼 这一方面来看 等于小臣出口 他有能力 断三戒 八十八平 戒苦 这个是 初心为的菩萨 原教初心为菩萨 若论智慧 那小臣 那小臣 虚托惯 望尘莫及 智慧 很高 断阵 等于 小臣的虚托惯 七性味的菩萨 断烦恼的品味 就等于小臣 摩罗汉 可是 其心菩萨的智慧 高过 摩罗汉 太多 正是所谓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即使是 初心为的菩萨 他都是 原知 原见 知见 都是原 我们讲 原容 这是发心 第二 复兴菩提 金刚经上所说的 云火降伏其心 那个心 真的降伏了 那么由此可知 发心菩提 妄念还没伏得住 有时候 这个妄念 还会起先行 虽然扶不住 诸位要晓得 我们没有办法 跟他比 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 念佛 念一支香 通常 通常念佛堂 是以这个长香 作为这个时间的单位 一支长香 大概是现在的一个半小时 你在一个半小时 念佛当中 会打几个妄想 那个初入念佛堂的人 恐怕那个妄想 竖不清 但是那个念佛有功夫的人 这一支香当中 这一支香当中 有个三五个妄想 清清楚楚的 你看 那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形呢 发心菩提 没伏住 福心啊 一个妄想都没有了 但是 他这个烦恼 妄念 他并没有断 只是他有定功 把他扶住 他不起作用 这个叫佛心 射住 射行 射回向 三十个位词 三十个位词 都叫佛心菩提 都是降伏其心 也就是 降伏的程度不相同 有人扶得很深 有人扶得比较浅 降伏 有情深 不相同 把它分成三十个阶级 分成三十几年 这个三十几年 统统是佛心 是福烦恼 没断 我们评论讲 断烦恼 实在上给诸位说 烦恼是断不了的 烦恼哪能断 为什么呢 烦恼也是信得其用 烦恼断了 那自信不断了 哪有这个道理呢 所以讲断烦恼 是个比喻的话 烦恼确实没有了 它变了 所以我们佛家讲 转烦恼 把它转变 转变之后 它就不是烦恼了 烦恼没有了 烦恼就断了 其实它转变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菩提了 所以你现在的烦恼多 不怕了 烦恼越多 讲的一转变的时候 你菩提多 怕什么 不怕 这个我举个比喻给你说 比如这个 做小偷 做贼的 他这个手段很高明 偷窃的 这个手法 他懂得很多 造一生的罪业 假如他觉悟了 回过头来了 知道我从前造了一生罪业的不好 做的都是损害别人的事情 现在一回头啊 他当警察了 专门抓小偷 他的本事高明的很 小偷呢 他都知道 那他就不是小偷了 他变成警察了 保护老百姓了 那个转翻到陈铺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一转过来的时候 无量功德了 那个真是自度度大 转而不是断 明信菩提 这就转了 这就转 到这个地方呢 他就转了 明信就转了 所以是明信见信 戒信成佛 出地到七地 明信 出道菩提 出是超出 到是到达 到达佛的地步了 八地到十地 八地九地十地 叫出道 出道菩提 最后的五上菩提 到了顶端 再上面 再没有了 这叫五上菩提 如来果味 正正正觉 说音 也就是从发心到出道 都是因地 都是在修因 五上说苦 到这个五上菩提 那是真正的 究竟圆满的果报了 这是波若经上 常讲的大论里面 为我们解释的 这属于佛学常识 我们明了就好 偶尔大师 在梅桃经药节里面 跟我们说得非常之好 他那个说法 是发故人之所未发 故人从来没有讲过 他跟我们讲清楚 实在对我们 很深的一个疑问 他老人家 听我们解答 这个很深的疑问 就是菩提心 到底我们要怎么发法 根据起心论上讲 马明菩萨所说的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 讲着菩提心 他讲至尘心 身心 发愈 回向心 实在是 这些名词都不好懂 故人的解释 我们看了 越看越迷惑 不知道从哪下手 但是大惩罚 如果不发菩提心 那怎能成就 我们念佛 尽重是大臣 不发菩提心 怎么能往生呢 可是我们又有一个疑惑 有许多这些老阿公 老阿婆 自也不认识 经也没听过 他就一听到晚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往生的时候 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他没有发菩提心 他怎么会往生呢 这是我们很深的疑惑 多了欧耶大师的要解 恍然大了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 一个真诚的心 你发真诚的心 求愿往生 那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 这我们就明白了 这老太婆 虽然是不认识字 没有听过经 他念阿弥陀佛 他真心想 真净土 真心想见阿弥陀佛 那个心就是欧耶大师讲的 无上菩提心 那往生 他是应该的了 他一样也不缺 那这个大臣三福 他样样具足 一点没错 欧耶大师 把这个问题 跟我们解答了 解答得非常之好 非常圆满 我们仔细想 越想越有道理 他的话简单明了 这个地方 尊者发问的 问意有三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因为底下的经文 都是师尊答复的 第一个 翻为菩萨 续发菩提心 故先问 发菩提心 才是无常 不发菩提心 不叫菩萨 所以先问 问发心 第二呢 触发心 不能如佛指 谁愿安住 故次问住 佛地球 在生活上 所实现的 无助而住 助而无助 这是佛 在生活上 心是跟我们看的 反复没有这个能力 反复一定是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么这个心 要安住在哪里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心 要安住在哪里 第三呢 又以往心说起 往灵 太多太多了 不能是佛指 自然相佛 佛是自自然然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往灵 所以再问相佛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就问了三种事情 那么世尊 底下这个经文 就答复这三种事情 这个是在波若是在波若会上的 要大家彻底明白 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所以不应其反的 详详细细细的解说 得人生 闻佛法 必要发大心 方能修大行 而得大苦 人生 难得 佛法 难闻 这个机会 一定要珍惜 不要以为 这个道场 永远存在 讲经 不会中断 你要是 这样想法呢 你就错了 一定要记住 佛 警惕我们的话 过途围催 人命无常 今天报纸上 你看到的 枯叶岛的大地震 听说 死上一千多人 几秒钟的时间 世尊当年 说法的道场 现在都成废墟了 你们到印度去看过 林九山你们就看过 其数借户都远 也就看过 废墟了 说明了 故土为翠 人命无常 所以大家一定要 掌握到 今天的应缘 那你是个聪明人 你是真正觉悟的人 一生当中 我们如果是 缘恒殊胜 得三宝加持 这一步 仅能够在这个道场 讲圆满 那不可思议 真的像前面讲 稀有的应缘 我们的心 才会在道上 你要想到 来日方长 那你错了 你的心不在道上 你的警觉心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时时刻刻 提高高度的警觉心 我们心里头 真正有佛 文佛法 一定要发大心 什么是大心 成佛的心 是大心 我要跟佛一样 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做佛的 佛在此地所表演的 这个处处 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的学处 我要学习 这一部《金刚经》 说的些什么呢 是在讲 就是讲的 释迦牟尼佛 日常生活 每一天 有些位大臣 去七十 回来 吃完饭 洗洗澡 铺坐 打坐 这一部《金刚经》 就说明 他生活里面 所含的意思 我们明了之后 就在我们自己 本分的 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佛不一样 但是原理原则 是相同的 只是在形式不一样 真正的意思 是在一切生活当中 不着想 学佛的清净心 不期望念 那就成功了 那就是佛 就是菩萨了 在学着 所以经里头 要跟我们说 你为什么会忘念 佛为什么没有忘念 你为什么会着想 佛为什么不着想 讨论这些问题 真的 真的样样都搞清楚了 样样都明白了 你这才会 死心塌地 甘心情愿地 要向佛学习 学不着想 学不动心 也要成就 像佛那样 究竟圆满的智慧 像佛那样 自在幸福 所以一定要发大心 假如这个大心 还是发不出来 这个情形很多 念金刚经的人 读得很 几个发了大心 实在发不出来 发一个念佛求生净土的心 夜心 那就是大心 非常殊胜 绝不亚于 菩萨们所发的菩提心 那么你所修的心 就叫做大心 你得的果就是大果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平往生 都是大果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果报殊胜不可思议 这是诸位读无量寿经 读四十八月 读清楚读明白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善才美欲善有皆远 我已先发 过了多了三秒三菩提心 而为之明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是指发大心者 我已必修大心 读想 朕修行之切实 下手无垂 那么这是引用华言经上的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 为什么呢 善才通走五十三参 就讲了五十三遍 这一步经多下来多一遍呢 别的句子记不得 这一句会记得 重复了五十三遍 当然你就会记得很清楚了 那么换一句话 重复这么多遍 一定是最重要的句子 要不是最重要的 何必重复这么多遍 就是给你加深印象 让你有深刻的印象 不会忘记 这是修学大臣 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条件 善才是世尊在华言经上 假设一个代表修学大臣的人物 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要听到 看到善才这个名字 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 那个小孩 你就想错了 你完全捉了相了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了 你就错了 善才是什么 代表什么呢 善是善根 才是福德 一个有善根 有福德的人 就叫善才 你看弥陀经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英语 得生必苦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发心 决定要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人就是善才 童子是说他身心接近 就是我们讲一心专注 无有杂念 取这个意思 所以善才里面就包括男女老少 通通都叫善才 是这么个意思 不要把这个名字凑毁了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发心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善才 经常讲善才 那就是讲我们自己本人 这个要知道 他是表伐的 表伐 这句话就是把他自己修学的目标显出出来 我希望得到无上正等正确 现在向你请教 我要怎样修学才能得到 人家才好教你 如果你自己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你去问人家的路 你到外面迷了路了 你去问人家 请你指一条路给你 人家问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叫人家指路 人家怎么指给你 你一定要说出 我到哪里去 一个目标 人家才能指路给你 善才 心愿把他的目标说出来 我很希望成就无上正等正就 向你请教 我怎么样学法 怎样才能得到 而未知云和许恶菩萨行 行是什么呢 生活 释迦牟尼佛天天表演的生活 那就是菩萨行 旧菩萨道 道是存心 道是心 也就是前面这两个问题 云和相互其心 应云和柱 这个柱跟你相互其心 都是属于道 行事将生活 怎样在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 包括我们自己一切的工作 我要怎样做 再提出这个问题 然此二问 是在相自 这就是彼此互相有密切的关系 住就是想 想就是住 两个问题 后起来是一桩事情 以决心住 这忘心不详而详 忘心详 这决心不详而详 可见的 问两桩事情 实在讲是一回事 两个问题 是一桩事情 佛教个我 没有别的 教我们觉悟 禅宗 着重在开悟 大车大悟 教下不例外 也是着重在开悟 教下的名词叫 大开元节 大开元节 跟宗门的大车大悟 没有两样 一个境界 在念佛法门里面叫做 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就是明心结性 名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通通是属于 一桩四圈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般若会上提出来 假如在弥陀会上提出来 所以大福就很简单 不用这么麻烦 应云和珠 那么阿弥陀佛 心要住在阿弥陀佛上就行了 什么 云和祥福其心 那么阿弥陀佛 都解决了 答复得干干净净 圆圆满满 这个很重要 在般若会上 怎么住 怎么享福 我们真的搞不通 金刚经纵然详细给你讲完了 你依旧不晓得怎么住 怎么享福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但是我传给你这个法门 那是千真万确的做事 一点都不错 先住在阿弥陀佛上 怎么样享福妄想呢 就用阿弥陀佛 享福妄想 念头一起来 拿摩阿弥陀佛 把妄念付住 就享福住了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心就真的安住在 净土当中了 你能这样修学 没有不往生 往生决定是品位高高 所以我们要慧眼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佛音善哉善哉 这是佛给他印证 师父提你讲的 你所看的 你所讲的 完全正确 一点也不错 那释迦牟陀佛在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 就是善呼念 善呼主 一点都不错 二善哉 善哉说了两个 善哉用现在话 就好极了 说了两句 两句就表两个意思 一战他大致能见 你能看出人家生活行为里面 表含着有无量的深意 在当中 这是要智慧 没有智慧 看不出来的 第二个赞叹他呢 大慈大悲 能带一切众生发问 一切众生当中 很多没有看出来 虽然没有看出来 也有利益 情依默化 天天跟着佛 天天看着佛 情依默化之功 不知不觉受佛的感化 那么这一说明了 就更明显了 那个力量就更显著 力量就更大了 善心所见 善心是 虚不提尊者 世尊于林众生 于其着意吃博 来去动静 日用平常生活者 领许护念 父主之意 这个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把虚扑其地 尽地 说出来了 也把世尊 这个硬化身 在这个世间 作用 说出来了 我们的身体 在这个世间 夜暴身 现在这个身在世间 做什么用的 我们不知道 佛清清楚楚 大小陈经里头 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身是来 长夜的 惆怅夜暴 前世 做了善因 你这一世 就来享你那个福的 前世造的卧因 你这一次 做这个身 要来受罪的 要干这个的 佛现这个身 是干什么 是来度化众生 所以 佛的生活齐居 衣食住行 没有一样 不是教化众生 不仅仅是 言语讲经说法 点点 点滴滴 全都是 三夜 教化 深夜 雨夜 异夜 通通是 教化众生 而我们 言父弟者 提众生 耳根最立 直晓得听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释迦牟尼佛 生活所为 就不知道 就看不出来了 这就是 言根不如耳根 言不明 看不出 佛所显示的 这个深深的道理 再看 底下一段 如今 地心 当未入术 善男子 善女人 法 我六多罗三秒三 不得心 应如是住 如是相复其心 这种答复 如果我们要不堪古人的诸解 这答复 你满不满意 你懂不懂 尊者问的 应云和住 佛答复 应如是住 他问的 云和 相复其心 答的 如是相复其心 这我们听了会懂吗 这是禅宗的季风 所以 从五族 六族以后 禅宗就用金刚经印心 很有道理 这个问答 就是禅门的 疾风化 别人不懂 虚佛体懂 虚佛体看出来了 应云和住 佛的意思 就像我这样住 云和相复其心 就像我这样相复其心 就这个意思 虚佛体当然懂得 可是 别人不同 不但当时与会的人 有不少不同 当然 也有很多 智慧很高的 听到佛这面说 都完全明白 可是程度低的 就听不懂 我们当然是 更听不懂 不晓得 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们现在 还来解释经文 一句一句的来讲 如今地听 首先 要教他 你要仔细地听 要认真地听 凡是弟子 向佛请罚的时候 佛在受罚之前 一定会嘱咐 你要低听 为什么呢 如果不能够低 一天 佛所讲的 你没听懂啊 那不就别讲了 那这个法会就毫无意义了 你一定要低听 低 真实正确 不供高 不卑下 虚心 虚心 这是 弟的意思 这个 我们通常讲 第十 就是 老老实实 这个地方解释 把他的心态 完全 都显示出来了 最要紧的 要许心 这才能够领悟 看进文法 必须抛开一切之间 以一心对境 方能其辱 这一段呢 也是解释 地听的 样子 什么样子 才是地听呢 佛在的时候 讲经 我们要会听 会听的人呢 开悟了 不会听的人 不觉悟 佛不在世 留下来 许许多多的经典 会看的人啊 领悟了 也会开悟了 不会看的人 念一辈子 也不会开悟 关键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地子 所以这一句 前面这句 我们不能体会 不懂他的意思 这一句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可以能够明了了 要抛开一切之间 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 放下万语 你认真的一心听 其实 就是 马明菩萨 在七心论里面 告诉我们 听经文法的态度 他说了三句 这个三句 也就是地听的真实意 第一 立言说下 不要执着言说 言语 不要执着言语 那么看经文字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你看经 不要执着言语 文字下 跟听经不执着言说下 一个意思 第二 立名字下 名字下 名词顺 我执着言语 第三个 立心原相 心原相就是慈离家庭 抛开一切之间 就是用清净心来听来读 不能有之间 之间是成见 那就错了 你能够立言说 立名字 立心原相 你想一想 你用的是什么心 真心 佛说一切经是从真心 本性里面流露出来 你能够用真心去接受 那还有什么话说 那怎么不开悟 我们今天听经度经不开悟 我们是用妄心 用妄心对佛的真心 把佛所有的那些话全变成妄想了 那怎么能开得了悟 道理在此地 所以第一天就是要用真心去听 你才会得受用 所以听经的时候 决定不能打往下 决定不可以有意见 那一直听下去 这样听经呢 给主说 戒定会议三学 一次完成 如果你要会的话 这两个小时 你在此地修什么 修戒定会议 什么是戒呢 你坐在那里 规规矩矩矩 你到佛堂来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坐一吃拨嘛 这是戒吗 规规矩矩的 这是持戒 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抛开一切之间 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是定啊 你在这里听讲经 两个小时讲义 字字分明 句句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会议啊 这两个小时 你再次地戒定会议三学 一次都圆满了 圆成了 那怎么不得受用 真的会开悟 方能其儒 其儒就是开悟 就是真的了 二如是 应如是诸 如是相复其心 佛说了两个如是 这就是大佛的话 可指上文 善护念 善复诸 指这个意思 由信心指点 当下即时之意 本今当即是虚伏其尊者 实际上虚伏其尊者就代表我们大众 那问题是我们肯不肯 要发大心 吭发大心 就应当直下承担 我明白 我懂得了 我从今天起 我就这样做 这样做了 前面跟诸位说过两次 要发大心 什么大心呢 我要做 净虚空变发界 一切众生的好样子 这叫大心 就像佛了 佛给一切菩萨做样子 那个一切菩萨是 净虚空变发界 一切菩萨 不是释迦牟尼佛会里头 那几位菩萨 也不是我们俗佛世界 这些菩萨 净虚空变发界 所有一切的菩萨 做样子 给他们看的 我们今天发了一个心 净虚空变发界 所有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跟佛发的心一样的 这叫发大心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是大心 都是挣大国 大国在哪里挣呢 当下就是 不是在将来啊 不是在明天啊 不是在明天啊 当下就是啊 所以这个话 真的是 心情指点的 一点都不错啊 就是指点 指点 要用亲近心 用恭敬心 大慈悲心 金刚智慧 是可以得到的 佛制世心 这是我们从总刚灵上说 这个世心 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行为 是无我相 无法相 也无我会法相 这是金刚智慧 特别强调的 无我相 佛真的佛果了 不诸佛相 视同凡夫 佛的佛报不可思议 诸位多华严经 多无量寿经 《弥桃经》里面所说的 那是佛的果报 佛不诸 佛不诸极乐世界 佛不诸佛不诸佛那种 切保那种享受 他不诸 他实现人跟人一样 不诸 这就是无我相 实现的无我相 每一天生活 每一天生活 寻规桃局 一句话不说 无法相 没说法 一句话不说 无法相 所以一句话没说 他统统做出来 会的人呢 在他这个一举一动当中 那他就是说法 都表现出来的 业无非法相 非法相就做空 他也不做空 空有两边都不做 你看妙不妙 如果你学会这个本事了 你也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不管你是什么生活方式 你能够学会的 学得到 无我相 无法相 也无非法相 那你就是金刚般若会上的当机人了 这不是须腐体 一样也是须腐体第二了 真得大受用啊 你才晓得是真自在啊 真清静啊 而且呢 当下就得到 那我们无量解以来 生死烦恼 种种问题解决不了 一下就解决了 这个薄弱真是 这个薄弱真是 金刚会见 那快到战乱马了 立刻就见笑 底下这个实践 是我常常勉励我们尽宗的同学 要知道我们修的是什么 就像上才同志讲的 那菩萨道跟菩萨心 我们存什么心 真诚 在日常生活当中 出世的人节目 我们学着 我们用真诚的心 我们用真诚的心 一丝毫的虚伪 都没有 一片吃尘 不要怕人骗我 不要怕人欺负我 没有那回事 我用真诚心对人 人家用虚妄心对我 没关系 我们要成佛 他要当凡夫吗 那不一样吗 我们的目标方向不相同 我讲话 清静心 像六祖所顺利 本来无由 心里面保持清静 夜尘不染 心要空 心要静 常常保持空 保持静 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就平等了 证据耳不明 慈悲 无有条件的 帮助一切主持人 帮助他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的果报就是利库德罗 我们只是帮助他破迷开悟就行了 利库德罗他自然得到 这个五条存心 生活处事态度呢 守着底下五条 看吧 金刚宁上交给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以为法如梦幻泡影 常常想着世间如梦 这是看破啊 看破之后 当然一切不会放在心上 也不会去计较 自自然然呢 你就能放下了 那么生活就可以像世尊一样 那么样的自在 那么样的随便 自在随便黎明 自在随便黎明 不起心不懂你 我们学这个 都在穿衣吃饭上 行事无疑 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每天固定的工作也好 都守住这个原则 这叫真修啊 真干啊 与此体会得 念佛必定见佛 能存这个心 能存这个心 这种生活 这个态度 老实念佛 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呢 必定见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了 好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